人生如逆旅,我意识行人,欢迎收看国学心旅,今天分享的是梦境反常,必出祸时,这两种梦是坏梦,欲识不幸。 梦境一直以来都被赋予了神秘的色彩,人们对梦境的解读和解释也众说纷纭,有些人认为梦境是欲识未来的预兆,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梦境只是我们进入潜意识世界的窗口,对于噩梦和剧梦两种反常梦,人们往往都抱有一些不好的联想,梦见郊区有蛇,会遇到反派。 与人类相比,他们最害怕什么?可以说有一些迅捷冷血残忍的毒蛇。 人类害怕蛇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蛇的形态,更不用说他们的动作了,这样大多数人都会把蛇当成残忍的东西。 古人云,凶也是大祸,也就是说是诅咒,所以背后一定有祝福,因为诅咒本身或者说祝福本身都是相互转化的。 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会梦到蛇,然而,当你梦见蛇时,你需要看不同的情况。 有些人梦见他们在家里遇到一条蛇,被他咬了,其实这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也有一笔财富。 或者说,如果这些人在家里和蛇纠缠在一起,可能就意味着他生命中的重要人物要来了。 相反,如果你梦见自己在农村遇到一条蛇,说明你会被一个反派或者一些恶毒的人偷窥,你的处境并不好。 如果你梦里发现很多钱,你应该关注意外之财后的灾难。 谁都想着发财,梦里的自己也可能获得一笔意外之财,马上变成了有钱人摆脱了现在的困境。 那种梦,看起来很美,看起来像真实的具体情况,但事实上是真的吗? 事实上,物极必反,庄子有句话叫,有钱能使鬼推磨。 任何财富基本上都象征着是非和矛盾的到来。 尤其是意外之财,大多数人认为人不发横财不算负,马不草业不肥,其实所谓的横财和财富真的是好能行。 当你得到意外之财,你可能思想就变了,你的生活轨迹也变了,可以说,找钱的梦想很有可能预示着是非矛盾的到来。 梦见死去的亲人可能会被恶灵侵袭,在梦里,大多数人都会梦到失散多年的亲人。 其实这些人都发生在你的梦里,一般来说只有两种情况,但不变的是你最近看过这些人的照片或者摸过他们的遗物,不变之处在于你遇到过类似身份的人。 这样,你的大脑就有可能调动你碎片化的记忆。 梦见死去的亲人意味着什么?其实大概是说你被恶灵入侵了。 这种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阴寒之气,使人失去阴阳平衡,这是,你需要注意你的健康。 梦见自己被别人追,预示着人生的尴尬。 大部分人都梦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被人追什么的。 如果你被别人追,说明你的人生可能在低谷,一直在跑,但不能一直跑出去。 如果你被一些凶猛的生物追赶,说明你的处境很可能相当尴尬,是因为任何一个恶毒的生物所代表的。 基本上都是生活的现实,是你所面临的问题,梦里的预兆可能是真的,但也可能是你自己的错觉,但是都和人的情况核心里有关。 梦见牙掉了。 常常有人会梦到自己的牙掉了,其实是因为你最近的压力很大,而且你未来的生活中会遇到更大的危机,会因此消耗你更多的精力。 其实,梦境就像是给我们的一种预警,让我们在放松的时候意识到风险的降临,从这个角度来看,反倒是一件性事。 所以说,当你梦见自己牙齿掉了以后,千万别被即将来临的风险想趴下,而是在生活和工作上继续努力。 很多时候,霍氏的来临,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机遇,当你依靠自身的坚持,抵御住了霍氏的降临,自然就会迎来福气,当你摆脱了命运的枷锁,走向成功的道路,必然更平坦。 当然了,梦见牙齿掉了,终究是不好的浴室,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千万别觉得可以逢凶化吉就不在意,这样会让你坠入更艰难的境内。 梦见万丈深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梦见过万丈深渊,反正我经常听身边的朋友提起,而且我之前也梦到过自己就站在万丈深渊的悬崖边上。 一个人梦见了万丈深渊,预示着将会有挫折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其实在此之前你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压力,恰恰是这些压力导致你开始做梦,也算是提前的一种预警,你将要面对更多的压力。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继续让自己抗压了,以及多做一些准备,尽可能不被即将到来的挫折压倒,当你战胜他们的时候,肯定也会伴随着一定的福气,到时候自然会收获一份幸福。 很多时候,真正可怕的并不是站在万丈深渊,也不是你需要面对这么多的压力。 而是你没有抗压的勇气,以及足够多的准备,而你做的梦恰恰可以提供给你这些,所以一定要当回事,尽可能摆脱或事的发生。 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人们会把噩梦和剧梦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困扰联系起来。 例如,人们常常会说,碰到噩梦了,一定要看看最近发生了什么倒霉事,噩梦是指梦中出现令人感到恐惧、痛苦或不愉快的情景。 这种梦境常常带给我们一种沉重的负面情绪,甚至在醒来后仍然感到心神不宁。 国学认为,噩梦出现意味着我们的心理和生理状态出现了不平衡。 我们可能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这种不稳定状态可能是压力过大,焦虑不安或身体不是所导致的。 噩梦的出现可以提醒我们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及时调整自己的状态和心态。 剧梦是指梦中出现让人感到恐惧和惊慌的情节,比如被追赶、摔倒、跌落等,剧梦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强烈的恐惧感,使我们在醒来后心有余悸。 国学认为,剧梦的出现是对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不安的反应,这种恐惧和不安可能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和困扰有关。 剧梦可以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焦虑和不满,进而引起对自己现实生活的反思和调整。 其实,梦境中的一切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也要看一个人的心理和当下的处境,倘若你信他可能就是真实的,亦或者你真的遇到了这些灾祸,也说明就是真实的。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时候就得做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当你摆脱了或是抓住了机遇,就会感叹梦境的神奇。 当然了,如果你一直教得不真实,大可不必如此在意。 经营好,当下和未来的生活就够了。 虽然噩梦和剧梦被认为是遇事不幸的梦境,但我们并不必过分担心,梦境只是大脑在休息时, 的一种现象,它所带来的一切只是暂时的,不应过于追求或过度解读。 国学告诉我们,噩梦和剧梦的出现是提醒我们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和生活状态的信号,而不是预示着一定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因此,当我们遇到这些梦境时,不必过于焦虑,而是积极调整自己的心态和生活方式,保持身心的平衡和健康。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欢迎持续关注,点赞订阅。